大家好,我是小凯 在上期课当中,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在图形当中画一个注释 也就是说画一个箭头,然后呢在这个箭头上呢标注一个信息给大家一个提示 然后今天这节课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图形当中只画纯文字 也就是不再有一个箭头,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标注 首先呢,我们还是很简单,先生成数据 先生成一个图 我们画一个二次虚线的图 然后呢,我们要画一个 我们要画一串文字的话,需要用这个函数 text 用text函数 然后text函数呢,第一个值就是它的x坐标 第二个值呢,是它的y坐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想把这个图大概画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文字画在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040这个位置 好,我们现在画在040这个位置 然后叫做function,y等于x 好,我们运行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就出现了一段文字 然后这段文字的它的起始点,也就是它的第一个字母 它的这个坐标值呢,就是这个这里面的040 040 当然我们想,可能会想把它移到中间一点,会更好看一点啊 那我就大概,这个位置大概就是-2的样子 我把它改成-2 好,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图 然后呢,对于这张文字,我们有很多属性可以去调解它 还有很多参数可以调解它 我们来一一的学习这些参数 为了对比呢,我们可以画两个,可以画两个 我在下面再生成一个 在20的地方再生成一个 再生成一个 然后呢,我们对定两个进行一个对比 首先呢,第一个参数是 Family 这个Family呢,就是它的字体,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字体 字体呢,有很多种 举个简单例子 serif 怎么去找这个字体呢,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其实可以查得到的 然后我在这里呢,摘了一段 摘了一段,它有好几种字体 然后一个是serif,我们先用这个字体 serif 有点太小了,我们看了更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的字体调大一点 把字体调大的一点呢,就是size 好,我们把这个字体调大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字体是明显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试另外一个 再试一个字体 再试一个字体 是这个fantasy字体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antasy字体呢 也是一个很好看的字体 它有点像手写的感觉 有点像手写的感觉 这个function调了一个n,填一下上去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fantasy的这个字体的 大家也可以多用一用 当然,还有常用的color 这个hotenred green 这个是颜色 这个不多讲 然后还有一个 在这style 这个style呢 这个style呢 其实实际上只有两种 说白了,其实有两种 虽然它官网里面写的是有三种 是normal,eternic和obnic 但实际上呢,这个eternic和obnic呢 都是写体的意思 所以说它们效果一样的 如果我在这里画上eternic 它就会是一个斜体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变成一个斜体的效果 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 然后还有oblin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其实都是斜体 这两个都是斜体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说在word里面呢 它调整字体的时候有可以调斜体 还可以调粗体 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它的粗体呢 并不是在这个style里面调的 它是在另外一个参数 是用通过weight 通过weight来调这个粗体 这个weight呢 就是来调它这个字体的一个粗细 这个粗细呢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用数字 如果是用数字的话 它就是 它就是从0到1000 从0到1000 比如说我这里写0 然后这里写1000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下面就很粗 然后上面就很细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文字的 也就是它把它分为了几档 有ultranet非常的细 然后net普通细 还有normal正常 然后regular book还有bold bold就是粗体的意思 highway就是非常粗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调black 把这个调成black 然后这个调成ultra 这个调成light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就变成了一个粗体的效果 下面呢是因为是由于它字体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粗 但是实际上 对于它这个字体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很细的效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除了调节这个字体本身之外呢 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说 比如说我想在它外面画一个框框啊 把这个字体给圈出来 给圈出来 这个里面其实也提供有相关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就是bbbox bbox 就是相体的意思 bbox 然后这个bbox呢 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种 一种对象 它其实有一系列的参数 我们这里呢只具一个简单的例子 face color 我们把这个color的定为红色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有点 在这个地方 等 好 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 这一行字的下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框框 然后呢它是红色的 但这个看起来很明显不是很好看啊 因为这个颜色实在是太深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调一下它的透明度 把它调成一个比较透明的效果 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好看一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透明的效果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爽 好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图形中 比较方便的去画一些 去画一些文字 然后给大家一些提示 什么的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大家呢 来照猫画虎 画一个蓝色的粗体 并且是邪体的文字 就可以了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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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